或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用量子科学 其实中医就创立了量子中医者们科学 那是有两个高科技的产品 第一个是利用红外线移 我们很快就能没有害 没有看到组装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产品就是经络水 因为里面有固态水粒子 就是经络扣成的部分 喝下去孤效就等于针灸 把经络不通的地方打通了 所以继续就能重新硬 所以脉脏就会得到服务员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主要的做法 就是把经络 针灸变成百多年都没有什么大不大的境界 变成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很快又人家容易接受又没有痛 所以就是凡是针灸能知的 我们都有办法把它改善最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